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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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表示 将会与美国国务院共同密切监控 委内瑞拉局势发展 如果委内瑞拉局势出现变化 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 以及交通部长将会重新审视这项决定 不过在此之前 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所有航班 都将无限期暂停 最新公布的全美小商业城市排行榜当中 旧金山仅次于迈阿密和圣和赛 位居第三位 Beats to Credit 本月公布的全美最适于小商业发展的 前25个城市排名中 旧金山由去年的第四升至第三位 旧金山商会拥有160多年历史 是旧金山最大和最全面的企业商会组织 其主席方达利认为 旧金山宽松的商业环境 众多商机 长期扶植小商业的政策 地标性旅游城市等优势 成就了小商业的蓬勃发展 过去十年中 旧金山政府不断推出扶植小商业的奖励和贷款计划 拓展小商业者资源 但与此同时 高涨的物价和房价让很多低收入雇员 不得不搬离到需要两三个小时以上车程的地区居住 这也是让商会感到困扰的问题 目前旧金山最低时薪达到15元 远高于联邦的7块2毛5 也高于加州的11元最低时薪标准 支付更高雇员工资的同时 小商业主还面临连锁店和大型企业的巨大竞争压力 不过旧金山生活工资联盟的负责人并不这么认为 房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美加西地区台湾美食节14号在湾区圣塔克拉拉县政府内举行 约有近500名民众到场品尝地道的台湾美食 要做出地道的台式盐酥鸡 油温 腌制 配料都要恰到好处 旧层塔也要榨香才够滋味 来自台湾的美食专家现场示范并讲解做法 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很多我们台湾道地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佳肴 那个乡镇里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特色的美食 那像我们今天其实为大家准备就是我们台湾很传统的一个乳酪饭 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五味鱿鱼 然后黑糖糕 还有以及那个八宝米 米糕等 不仅有来自台湾的大厨烹制地道台湾美食 也有桥居湾区的龙须堂传人 现场为大家制作美味 甜而不利就是指这种东西 对啊 龙须堂从前是给中国的皇帝吃的 所以它那个手工做法是非常繁复的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在市面上也没有看到就是很多 能够品尝到久违的家乡风味 又有音乐表演助兴 排了很长队 也让很多人认为值得 我觉得这个肉燥饭很好吃 它这个肉燥非常道地的台湾口味 然后这个挂包是好久没吃到了 在台湾以前吃过 然后在这边很久没吃到这么道地的口味 觉得非常好吃 值得来 虽然排队要等很久 但是值得 我觉得每一项都很有特色 像这个挂包啦 还有刚刚的像那个台湾咖啡 他们的一些香肠 做的都很道地的台湾小吃 方航卫视刘海平 圣塔克拉拉县报道 由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办的 2019年第四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隆重举行 第四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盛大举行 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是加拿大联邦 省市三级政府和中国国家广电局电影局 大力支持和重点打造的国际性电影节品牌 将中国文化通过电影传播到北美人群 让观众欣赏中国电影 了解中国文化 使中国电影进入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平台 希望把我们美丽的温哥华电影领域这么重要的支援 和这么辉煌的一面介绍给世界各国 吸引更多的电影人来到温哥华拍片 或者是跟温哥华的电影人一起合作 金枫叶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执行秘书长 Catherine Fulken认为电影节促进了中西方电影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机会 让所有电影师一起合作 我认为这就是四周年 我认为中国人们从美国的关注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们在美国的关注 我认为美国、美国、美国、美国的关注 所以我们们在美国的关注 中国的关注 瑞邦金融集团总裁廖子威表示 电影节为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展现风采的机会 通过这样的国际性的活动 让我们所有的电影行业的参与者 制作演员各方面 能够给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搭建这样一个机会 近凤夜国际电影节 将于9月13日举办开幕式 部分的门票收益 将会捐赠给中桥基金会 闭幕式将于9月16日举办 主题为致敬经典电影金曲音乐会 同时将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周年华诞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 凤凰卫视苏惠文 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三早时开盘式下跌 第一开主要是受到传来 隔夜中国以及美国盘前公布的 经济数据不如市场预期的影响 三大指数 第一走道指盘中跌幅一度是190点 随后消息传来 美国政府对欧盟国家的 汽车相关产品进口关税实时时间 将有可能会从原来的六月一号 推迟六个月 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也有所进展 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钢材 和旅材进口关税 也有可能获得减免 所以这些消息对市场的略微 产生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三大指数 从下跌去去反弹上升 导致收盘上升还超过白天 当然社会最大的直接就是汽车 相关的类股克莱斯勒上升1.9% 福德汽车公司1.2%升幅 通用汽车公司上升0.9% 美国时间超越收益率则是 还是持续保持低位 只有2.377% 三个月的收益率是2.409% 现在市场似乎不太关注 这个收益率导致的现象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这还是仍然暗示美国经济前景 并不乐观的一种迹象 石油价格上升了0.5% 期收盘是62块 一毛三一同左手 总来说华尔街表现市场 在星期三是开低走高 但是市场的审慎心态 仍然相当浓重 以上是新参情况 方文是庞哲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期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 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会 凤凤凰美洲新门游 选择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老历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药航空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